《念佛往生》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則 有關《念佛往生》的感應故事 這是2010年3月19日所寫出來的 雖然已經是過去的事蹟了 但這類的感應事蹟可說更古長新 希望大家也要有像初次遇到、聽到 而以歡喜的心來聽聞 這個感應故事是由一位臉友 叫做許素蘭所提供的 他敘述的內容是這樣的 他說 家兄許登錫住台灣高雄 生於民國31年 也就是1942年 民國94年 也就是2005年 農曆六月五日往生 德蓮六十四歲 家兄平生從未學佛、念佛 可說是一個對佛教一無所知的人 然而 他往生前幾句簡單的話 卻讓我相當震撼 全身、毛髮、未知、肅然 同時也讓我對念佛必定往生的道理 生起一錘定音的信心 自從家兄罹患肝癌後 於往生前約半個月中 我便很關心而殷切地勸他多練 南無阿彌陀佛 全心依靠阿彌陀佛的加持與救度 其他的道理 由於自己所知不多 又恐其不信 則未特意提起 此後 每次見面 都看不出他有在念佛的樣子 更遑論精進 因此 我都會關切地問他 有否練佛 他都回答一句 有阿彌陀佛 就在往生前一天的早上 家兄病情加劇 略顯痛苦 隨即豁明而送醫急救 此日早上 在醫院中 突然醒過來 下午 我再去看他的時候 同樣關切地在問他 有練佛嗎 他依然回答 有阿彌陀佛 接著他又說 極樂世界地上 都是黃金 他這句話 令我未知一陣 因為 家兄平生 並沒有學佛 也從未聽聞過淨土教理 對於極樂之種種莊嚴 應該是不知道的 怎麼能夠說出這種話 難道阿彌陀佛 已先接引他 親臨極樂 為求證實 我接著問 您有看過 沒想到 家兄姨佛的反問 難道你沒看過 這句反問更讓我震撼 依他的想法 我皈依吃素 學佛 練佛 敢道場 聽經文法 參與共修 已經好幾年了 他才練幾天佛的人 都有看到 難道我沒看到 他反問的神情 語氣 透露這些含義 嫂子在旁順口說 真的嗎 你怎麼不拿一塊回來給我 家兄立即 坑腔有力地回答 只要你到極樂世界 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 最後的這幾句話 更如雷灌頂 令我毛髮直述 由此 肯定家兄 必已親臨疾老 否則 這幾句話 是講不出來的 然而 家兄 卻講得很自然 很平常 很肯定 家兄對佛法 一無所知 只是病為念佛 您命忠實 也能親臨疾老 這事 讓我既驚喜 又 愚愧 當天 傍晚時分 家兄 再度陷入風靡 因為 知道已臨命中 隨即安排 送回家中 於晚上十點斷氣 往生即老 從 勸家兄練佛 到他的往生 只不過短短十五天而已 他的練佛 只是想到就練 沒想到就沒練 並非一天 固定多少樹木 或多少時間的精進練佛 這樣 依然能夠往生即老 由此證明 不論何人 只要有怨生之心 隨個人的根基、因緣 而練佛 則都能往生即老 如散導大師說 眾生稱練 必得往生 家兄便是 這句法語的正信者 練佛 練佛往生 是 彌陀的 誓言 也是 世尊的 正言 無量壽經中 彌陀誓言 欲身我國 乃至實戀 若不生則 不取正訣 誓言 我若成正訣 立平無量壽 眾生聞此好 聚來我差中 世尊也正言 其佛本願力 文明欲往生 皆是道彼國 自治不退轉 美成就胸往生 胸成就美信心 臨終喜登寶地 將來廣度群盟 南無阿彌陀佛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 許肅蘭敬樹 我覺得 這一件往生的事例 非常可貴 很能夠令人起信 所以 就聯絡這一位許肌士 除了親自了解 這件事蹟的原委之外 同時鼓勵他 將這件故事寫下來 剛剛所練的那一篇 就是事後 許肅蘭居士 所寫的有關 他哥哥 往生之前 往生之前 親臨極樂 見到黃金鋪地 以及隨心所願的靈應事蹟 許肅蘭居士 雖然 雖然 學佛多年 但 所接觸的 是摻雜 淨土思想的 淨土法門 也就是 修諸雜醒 而回向 往生極樂世界的 後來 他遇到了一位法師 這位法師 跟他談起 稱戀畢生 彌陀的救度是 主動、平等、無條件等等 散導道師思想的教理 許肅蘭居士一聽 就聯想到他哥哥 而且 由他哥哥的往生 證明這位法師所講的 是 如理如法 有事實可以證明的